歡迎收看 歡迎把抓 我是張老和 現在選戰的激情結束之後 大家就想問 2月1號新的新科立委上任之後 新的立院龍頭會是誰呢 大家都認為說關鍵的少數 民眾黨八席 他們今天也出考題了 你四大承諾 誰能答應我承諾 我是不是就把票投給他呢 另外選完之後 對於盧秀恩來說 台中原本2比6變成6比2大翻盤 盧媽的下一步會是什麼 而最新消息是 諾魯跟我們斷交了 這個是因為美國代表團來 中共突然出手嗎 因為諾魯選擇跟我斷交之後 再跟中國大陸來建交 這是政治上面的一種宣揚嗎 一種迫害嗎 好 接著有四位來賓 加入我們討論 第一位 時事評論員李懿修 趙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我們2月1號即將的 新科立委 葉元芝 趙好 大家好 大家名字 好 民眾黨的發言人楊寶貞 趙好 好 大家好 民進黨的發言人謝佩芬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們要討論是 大家都想問 立院龍頭會是誰呢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立院席次 大家是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民眾黨握有關鍵的這個席次 那現在到底要怎麼去分配 國民黨52期 民進黨51期 民眾黨8期 5黨期有2席 這是立院的生態 好 現在2月1號立委就職之後呢 傳出有3個劇本 要嘛是綠白河 藍白河 或是民眾黨走出自己的路 綠白河的部分呢 是把黃珊珊跟蔡其長放在一起 他們說沒關係 讓黃珊珊當院長都沒有關係 但是要確保這個民眾黨 可以為我們所用 可以來合作這樣 第二個就一樣 請游錫坤繼續擔任院長 搭配的是黃珊珊 劇本2 大家常說的藍白河啦 韓國瑜搭一個民眾黨的人 到底是誰 可能不是珊珊 可能是其他人 那對於劇本3 民眾黨自推人選 有很多的考量 第一個說 民眾黨只有8席嘛 如果今天 把一些戰將拿去當副院長 或是院長 沒辦法展現出民眾黨 對於政策一些論述啦 或宣揚等等 恐怕會邊緣化 所以乾脆就不要推了 那不要推之後會變成怎麼樣 因為這個立院 立法院長 是這個第一階段完之後 沒有過半數之後 就會進到第二階段上面去 所以如果今天民眾黨自己推人選 可能政是黃珊珊 富可能是黃國昌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組合之後 最後得力的 恐怕是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上面的 國民黨畢竟還是52席 比這個民進黨 多一席的情況之下 他們最後還是會過關 那還記得賴清德第一時間怎麼說嗎 他說 樂宇跟這個在野領袖 共商國事 仇組民主大聯盟 用人不分黨派 這一句話變成要形容 是不是一個橄欖枝呢 因為現在感覺是在看 立院層次的 好 那如果今天再把層次拉高一點 如果組閣呢 可以把一些閣員 用一些不管是藍或白的人進來呢 或者是佈局兩年後的縣市首長呢 這一些討論 都會在今天裡面全部都在把它講完 那另外呢 對於藍跟綠來說 立法院長這麼重要 他們認為是重要的 包括民進黨團的總召 柯建民就說了 潮小野大 對立會很嚴重 希望用對話代替對抗 你可以知道 上次是綠營 有過半數嘛 他們想推什麼反案 就要推什麼反案 那現在 沒有過半的情況之下 身子要放軟一點 那國民黨怕是什麼 他怕是綠白合作啊 所以曾明中說啊 民眾黨如果支持民進黨的話 恐怕會泡沫化 而就在今天大家在等的是說 那民眾黨你怎麼出招呢 你要支持誰呢 今天包括黃珊珊跟黃莊 你可以看到的畫面 他們今天早上立即開了記者會 簡單來講 四大承諾 如果你能做到的話 我這票或許會給你喔 包括第一會期 修法建立所謂的國會聽證調查 還有人事同意權調查 還包括立委立議回避的規範 另外承諾定期公佈 相關經費的使用貫徹 公開透明原則 黃珊珊直接講大白話了 我今天在幹嘛 我就在給藍跟綠出考題 你先回答我嘛 你能夠決定 你能夠支持 我們大家的這個一個想法 能夠落實國會改革 我這一票就給你喔 那黃國昌直接講白了 改革比位置還要重要 來原質 新科立委 現在問題來了 立法院長這個位置 坦白講這兩天 大家一直在討論這件事情 包括民眾黨說你先答應我 或是怎麼樣 你們現在一樣是把韓國瑜推在前面 但是現在主力非常多 包括綠營也想要跟白來和 那白現在出考題 你們怎麼應應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還沒回啦 然後我看民進黨也沒有回嘛 對 就是民眾黨這樣子講的話要 大家要先觀望一下 因為我個人感覺啦 就是民眾黨他會一直出招 一直出招到2月1號 到2月要投票那一點 你意思說今天只是 只是放風聲出來 所以一開始是四次風向而已 他不會這麼快就做決定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不斷的拋議題出來 他才會在媒體上面 佔據主導性的地位 那他先測試看看 那現在即便是你有回應他 他也還會出別的招 所以他不會那麼快 然後第二個是今天早上 黃珊珊他講說他要團進團出 那團進團出的話 我覺得他現在可能也在等說 大家要拿出什麼東西去跟他們合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會那麼快 你會是說1月15號到2月1號之前 不管是你藍或綠 趕快找時間過來跟我談 要怎麼合作 他們會一直談啦 只是說我從這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 就是為什麼現在好像民眾黨變成雙黃在主導 就是說黃國昌跟黃珊珊 那柯文哲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因為實際上柯文哲 民眾黨的主席還是柯文哲 怎麼感覺上現在所有的主導權 都是在黃珊珊跟黃國昌的身上 那他們現在他們的決策 到底有沒有代表民眾黨 我也是覺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目前來講 國民黨是沒有 是還沒有去回應他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會去推韓國瑜 還是會推韓國瑜 那就看民眾黨 假設民眾黨他有 大家現在預判是有幾個版本 第一個就是說他找一個黨合作 國民黨或者是民進黨 第二個是說他們自己推人 那如果是他們自己推人的狀況下 那第一輪投票的話 一定大家都不會過半 就保送你們啦 對…因為都不會過半 不會過半就進到第二輪 第二輪相分多數 那相分多數的話 我們國民黨的席次是比較多的 那韓國瑜就比較有機會 那就看 對我們來說最不利的狀況就是 民眾黨跑去跟民進黨合作 這對我們來說最不利 但我覺得民眾黨 如果今天的情況下 民進黨他們認為這幾點協議 他們覺得OK也承諾了 最後他們合作那剛剛好而已 你們就不合作 我們也沒有不合作 像趙康也都合作 只是說這裡面有一些細節 還是必須要討論 因為這個進行到修憲層次 是 那是不是大家 未來就是要修憲的話 要四分之三 實際上在技術上也不容易做得到 所以現階段大家還是說 先讓子彈飛一回 我們個人是 我們是蠻想要跟民眾黨合作 畢竟 過去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感受到只有六成的民意 覺得不喜歡民進黨一黨獨大 所以藍白才會加起來會六成 那如果民眾黨去跟民進黨合作的話 那你又回到之前民進黨一黨獨大狀況 那國會的監督跟制衡的力量就小了 我們剛剛列出了 其實坦白講 現在坊間 市面上面好多的版本 有人說A 有人說B 有人說C 我們今天就列了這個三個劇本 你怎麼看這三個劇本 會有可能真的 其中一個劇本成真了嗎 基本上 就從情緒來講 因為選完之後 其實白的內部的情緒 對於藍的不滿 是大於對於這個綠的不滿的 柯文哲本人的情緒 據了解 目前也是 對於藍的不滿 略大於對綠的不滿 為什麼 因為真的是這樣 他說我討厭國民黨 但我更痛恨民進黨 他這樣說過 是啊 但是隨著選舉當中怨偶嘛 就兩邊選 互換啦 而且你看最近這個統神 亞洲統神這個網紅嘛 大網紅他出來說 欸你怎麼用假民調騙我 所以其實現在藍白之間 那個情緒還沒有辦法下去 那你就看到 黃珊珊在開這個記者會之前 事實上他也在跟 藍的在吵架嘛 對 所以現階段到底會怎麼走 當然這分成幾個這個方式 這如果就情緒來說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 綠跟白之間會走比較近 但是當然啦 政黨不可能只是有情緒 當然剛剛照我提到一個關鍵 那柯文哲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這裡有個關鍵 因為剛才開錄之前 我跟寶寶才在聊這件事 就是說 因為畢竟柯文哲辦公室不在立法院 那他也沒有要 直接作證立法院的一個狀況 所以看起來未來就是雙黃主導 而且可能黃珊珊的主導性 還會比黃國昌再強一點 因為畢竟黃國昌是克欽嘛 好那如果照這樣子來說的話 可能民眾黨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 他們沒有辦法直接跟藍的合 但是又不能跟綠的 因為如果跟綠的 又違反了一開始說要下架民進黨的說法 或者說下架新潮流 現在總統變新潮流了 你很難嘛 那最後怎麼辦 我猜有可能是劇本山 你這裡有講嘛 自推人選 那也有可能 另外一個可能是什麼呢 就是開放自由投票 但不過今天黃珊珊否認這個可能性 他說要團進團出 他已經團進團出啦 對 可是問題又卡在 民眾黨過去是沒有假動的 團進團出就是假動嘛 我們都知道假動是什麼 就所有人要一致 事實上就他現在卡的位置 你看喔 國民黨是52加2 其實你們這張圖 那個黑色應該是要放在國民黨那邊 對 因為那兩席是高金樹梅 跟這個苗栗的嘛 那等於說他其實事實上是 比較偏藍的 對 是泛藍系的 問題就在於說57票才過半 對 那現在很尷尬 54到那邊 如果自由投票的話 可能國民黨也不見得拉得到 因為我們看看那8席來說 其實偏綠的就基本佔3席了嘛 對 然後再加上33席的這樣抓一抓 搞不好到最後只有林國成跟麥玉珍 有可能會比較傾向泛藍 泛藍這一邊 所以現在這樣講好了 我們整理一下 劇本1 就情緒來說 為了符合內部支持者 現在艷藍的情緒 會不會比較傾向跟綠來合作 這有可能 第二 劇本2 那我乾脆自提人選 我都不參禍 我自己人 表達我的一個中間派 那事實上就保送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就比較多 對 劇本3 那就開放自由投票 那這是3個劇本 當然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說 目前選後我們還沒有看到 柯文哲定策說到底民眾黨 你要往哪邊走 對 到底民眾黨是要作為一個 忠誠的在野黨 那當然你做忠誠的在野黨 那你就得跟原資 國民黨合作 來監督民進黨 那如果說你是要做成一個中間 然後會倒來倒去的政黨 那我可能認為就會 提一下自選 自推 然後最後在關鍵法案上 提出自己的想法 來寶貞 今天這個記者會是你主持的 其實很多的網友 跟這個觀眾朋友都有看 好你們今天提這個出來 只是希望藍跟綠 可以達到一個基本的承諾 承諾之後我再想 我要不要投給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是 他們要做到多少的程度的承諾 你們才會把票投給他呢 這個的話我覺得 這個的確我們還會持續來開會討論 那比方說像剛剛趙和已經有幫我們 這幾個點把他念出來 那比方說像在強化這個 人事權的同意的部分的話 我們舉個例子喔 像這個NCC的主委陳耀翔 在7月底的時候會借滿他的任期 所以NCC的主委大家都非常的重視 到底是誰會當這個位置 不要再一直奇奇怪怪的一些那種護航啊 或什麼的事情發生 所以像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特別去看重的一塊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在第一個會期 就可以完成國會改革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看說 那藍的跟綠的 他們什麼時候可以來回應 或是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討論 也未必說他們一定要什麼 每一個都答應啊 或是每一個都承諾啊 我們才怎麼樣 我倒是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讓大家去交流 然後可以更多討論的機會 所以可以當作一個籌碼 譬如說今天有四點 今天國民黨至少答應你三點 綠營只能答應你兩點 這樣聽起來黃宏跟藍的 比較有默契了 對我覺得可能就是去看 那個合作跟默契的程度到哪裡 那如果說 比方說他們可能也可以提出 他們自己的一個願景 或是他們自己的一個訴求 那我們兩邊去做一個討論 看有沒有辦法得到共識 我覺得這是一個討論的過程 然後再來是我們本來就認為 合作不需要去看顏色跟黨派 我們都是完全看議題 那像剛剛有提到說 珊珊今天有講到團進團出這件事情 其實她主要是想要去表達是 現在是新一任的立委進到我們的黨團當中 那當然他們還是強調一個 比較團體作戰的一個模式 但的確根據我們過去 在黨團上面的一個運作的話 有時候他們還是會有 自由投票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要看議題 有些議題當然大家共識非常高 就說那就都一起贊成 或是都一起反對 所以今天珊珊講的團進團出 恐怕只是口誤啦 還是尊重一下各個委員 對 她強調的應該是指團結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到時候真的像在投票的時候 那如果真的是說團結這件事情 但是可以尊重各個委員的意志 或什麼 那就可以異修講的 如果今天我比較偏綠或偏懶 分散投票啦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可能性 就是我們沒有把話全部都講死 因為我覺得 好 比方說 我假設比方說好像 黃國昌委員 陳昭之委員 他們可能是比較偏綠的 他們可能過去的背景 讓大家覺得比較偏綠 那他們有沒有可能會投給韓國瑜 這就是一個問題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還是要看到時候的一個決定 但是呢 我必須想要強調一下 我還是這個呼籲國民黨啦 因為我今天看曾明宗總召 他的說法是說 民眾黨如果支持民進黨可能會泡沫的話 我是覺得不要用這種 有點勤勒的說法 因為你自己看 比方說像這個發言人林濤 還在抓戰犯 然後還抓到珊珊這邊來 我就覺得抓戰犯就抓自己內不好 抓到隔壁棚去 然後重點是你一邊抓戰犯說 你是戰犯 然後一邊就說 我們來合作吧 就搞得我們很混亂嘛 來佩佩你怎麼看 現在民進黨勢必要接這個球嘛 畢竟你們之前的 都是過半的情況之下 立法院的龍頭也是你們這樣掌握 你們今天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立院龍頭又要來爭搶 你們之後會拿 坦白講很多人都說 那是不是用什麼東西來換呢 畢竟兩年後又要再選 再選舉了 我們可以提拔民眾黨的人 或是安排什麼位置 會有這樣的一個交換 或是這種方式去 讓民眾黨支持你們嗎 我覺得其實一切都還在討論之中啦 因為其實賴清德他其實有特別講到這個民主大聯盟 他在過去的這段選舉的期間 他用民主大聯盟的這個概念 那他是說接下來他在治理上也會民主大聯盟 就是他用人也是用人偽才不分黨派 對那因為我們如果要保住這個立院龍頭的話 有一件很現實的事情就是我們現在確實是沒有過半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其他的黨派合作 那這個看起來 因為五黨只有兩席嘛 那加上去也不可能過半 所以要嘛就是民眾黨 那民眾黨就整個 如果是他們團進團出的話就是八席 或是找部分的國民黨合作 所以我覺得其實接下來 這個保住立院龍頭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講還是滿重要的 對因為畢竟行政權 可是現在外面是有一個說法 就是第一個是民進黨畢竟只有五席一席 那我的總統權利是我 是我 我們是在我們民進黨全部都拿了 有沒有立法院長 直接放掉嗎 沒有什麼差 我覺得在可以努力的範圍之內 還是要努力的 總不能現在就直接放掉 但是那個重要性並沒有那麼夠 當然你說立法院院長他一個象徵性 那可是其實我們現在 接下來確實面臨會對我們來講 滿艱困的一個局面 就是說因為大家也都說 什麼各路的戰神現在齊聚立法院 我們在場就有一位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接下來的立法院 每天可能會比八點檔還要熱鬧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能夠在立法院裡面 更有主導權一點的話 其實對於施政的推動更是有幫助 所以可是到底真的是我們要答應民眾黨 還是說要怎麼樣跟其他的政黨有可能有合作 因為我們當然也希望說在議題上 或者是有相近的理念上 大家可以互相合作 那柯建民總召他也特別說說要對話代替來對抗 可是我們也很會害怕 確實也會害怕說 不希望被特定的黨綁架 或者是說被特定的黨情緒勒索 對所以但是中間如何找到一個平衡 其實是接下來這幾天 我們必須要密切去思考這個事情了 好就在今天早上民眾黨 提出了四大承諾之後 你們能答應我的話 我的票恐怕就在你那邊了 我們可以看到是戰鬥嵐 是趙少康這邊發的 戰鬥嵐的主張他們也回應了 但回應之後原本想說他們下午會開記者會 但是我們的記者回報是說趙少康說他有事情 他針對他發了12345點 包括這個聽證調查權 人事同意權 立委利益迴避規範等等 他其實包括第二項跟第三項 他都說可以支持這樣子做 尤其在第五項他還加碼上去 他說這個1234不要只針對國會 陽光不能只進中央國會 也應該照進地方議會 應修法準用未來改革後上述相關的規定 來 原知 你未來會加入戰鬥嵐嗎 我本來就戰鬥嵐 你本來就戰鬥嵐 那這個代表你們戰鬥嵐的意志在上面嗎 這因為是趙少康 趙少康就是戰鬥嵐 對啊 但趙少康講的東西 他就是會給所有戰鬥嵐的成員參考 就像他之前 所以只是參考 因為他那時候還不是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曾經也辦過一個戰鬥嵐的立委的一個宣誓 當時也提出好八大政見 然後提出完之後 就跟在場所有的成員講說 這個你們可以參考 你們覺得不錯的拿去用 然後炒稿 我覺得這個就是趙少康個人的看法 趙少康他是一直都是其實對 我覺得對柯文哲或民投黨都是相對友善的人 因為從過去這幾年來 趙少康都是一直很主張就是藍白合的 就是說藍白應該要一起合作 畢竟大家共同的目標是民進黨 所以拋出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善意 就是讓民眾黨知道說 你要知道我們其實有六成的民意 他是希望說大家是一起來監督民進黨 民眾黨現在選完之後 覺得民進黨也是一個合作的對象 其實是會讓大家有點錯亂 像民眾黨是最討厭新潮流的 現在的總統就是新潮流的 你怎麼去跟一個你最討厭的人合作 同樣道理 其實民進黨也是很討厭民眾黨 在選舉前 你看民進黨對柯文哲是 激人身攻擊式的攻擊 好像磨紅 所以你說選前大家殺成那樣 選後說沒關係我們來合作 其實我覺得真的 那些希望監督的人會錯亂 那我認為趙少康他就是 表達一個善意 就是說他藍白還是要在一起 來 寶貞我剛剛 從原字裡面我聽到一個關鍵點 他認為趙少康給出了這個 只是參考用 給戰鬥欄的這些委員們參考用 那我就問啦 你們今天提出這些承諾出來 你們要哪一個層級的人說OK了 你們才算OK 因為現在看起來 趙少康的話 他說只是參考用而已 那難道要聽是韓國瑜嗎 還是誰來答應這件事情 你們才會覺得說OK 因為戰鬥欄今天提出的這個 也非常挺你們啊 甚至還說 除了中央國會之外 也希望可以見到地方議會上面去啊 我覺得可能要等他們的就是 一樣是不分區立委這些當選人 然後他們一樣 跟我們一樣開一個記者會 我覺得是就變成說 是新任的一批委員 他們共同的一個表態 我覺得因為開記者會 他是最準的 就是記者會就是大家 共同去發表這個東西嘛 那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要 由立委本人 立委本身 然後比方說他們可能派幾位 他們潛在的可能的三長 或是幾位可能相對比較KOL性質的一些委員們 然後一起出來開記者會 對外做一個說明這樣 那我稍微回應一下剛剛原資所說的 因為其實柯文哲或是民眾黨這邊 從選前就一直強調說 我們在合作議題方面是不看顏色的 也就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可以跟藍的合作 我們跟綠的也可以合作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其實都是這麼強調 那我們當時的確在新潮流這個部分 我們是比較反他們一點的 主要是因為有時候覺得他們吃相 比較沒那麼好看 所以我們比較反新潮流 但我們並不是去反整個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畢竟他們裡面 當然也是有一些人才 或是我們有一些議題 我覺得能合作的 不管跟藍跟綠其實都可以 來 義兄 這一次選舉完了 我只能說柯文哲 其實票還開得算還滿好的 但是他現在要思考是他2026 對 2026好 那2026他需要的是地方資源 他不能再靠KPTV 他知道他的票大概就在那了 他需要一些地方資源去跑 這一次立院的這件事情 可以讓他去換到一些籌碼嗎 就除了立院的這個位置之外 可以再擴充出去 這其實就牽涉到一個很大的關鍵 譬如說寶寶剛才有提到說 這個新潮流是比較反 那過去是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好 就是說新潮流要賣給死 所以其實態度上的修正也代表說 擺的常識跟綠的有一些關係上的修補 那也就開放 您剛才講的這個開放性 我覺得再慢慢擴充 但是還是回到我剛才上一次講的 上一part所講的 你的政黨目標是什麼 你的政黨戰略是什麼 目前為止我們不知道定調是什麼 因為直白的講 如果你定調是忠誠反對黨 你就不可能入閣嘛 那可是剛剛趙和問的是很關鍵的問題 如果我要資源 那我肯定得入閣 或者我要給一些哪些位置 這兩件事是矛盾的 你的戰略要定出來 我們才知道到底怎麼發展 而且現在回過頭來 現在看起來就雙黃主導 但雙黃要的路線跟柯文哲要的路線 可能又不一樣 因為柯文哲要的路線 但雙黃顧的是立法院 是這個樣子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剛才講那幾點 其實這四點 我事實上覺得 這叫做國會擴權 擴大立法權 這一點本身跟民進黨的利益是衝突的 尤其賴清的是個少數總統 那他當然希望行政權越大越好 尤其如果你國會是一個僵持國會 你既然國會是一個癱瘓意識的狀況 我很多事情我用行政命令就搞定 你在再好的東西 你還是可以推得動 是啊 我用行政命令就搞定 你看那個最有名叫IPAT 說錯了 台美21世紀貿易協定 那在那個裡面的時候 有沒有 你還記得嗎 蔡英文一開始是不願意國會審查的 他說他要用所謂的行政命令來搞定 所以我是認為是這樣子 就是說民進黨目前來說 在這一點上很難跟民眾黨達成妥協 可是問題是民眾黨如果到時候 去跟藍的共推的話 又會被擊為小藍 那又對他的支持者本身很難交代 因為現在民眾黨的支持者 可能偏綠的還多一點點的這個狀況 至少民眾好像有一批人是這樣宣誓的 那我認為是劇本三的機會可能大一點 另外要不然就最後結果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不跟綠的也換不到 那怎麼辦呢 就部分以個人形勢 比如現在呼聲很高的蔡壁如 他可能會進到台中小內閣去當副市長 可能用這種形勢 個別委員或個別的政治三頭 跟國民黨比較好的 在地方縣市有一些拓展 或者是到跟民進黨有一些拓展 那用這種方式來回代 可能2026的時候爭取一些資源 來增加他在2026年的議會 不要像上次2022年的時候 在議員方面選的真的是不好看的這個狀況 來佩芬剛剛歷史哥有談到一個 如果今天民眾黨因為要壯大自己 剛剛寶貞也有說之前討厭新潮 但是現在感覺選完之後塵埃落定了 該合作還是可以該合作 橄欖枝他也遞出來了 你剛剛也有說不要委屈對不對 那現在等於是對藍營 對於綠營過來說 你們現在也就是 我要因為立院而去 把資源放給民眾黨嗎 這些是你們願意做的嗎 就是為了立院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真的是應該好好的評估 那其實我們現在的整個政治版圖是這樣子 就是中央的行政權是我們的 是賴清德 可是中央的立法就是三黨不過半 那國民黨跟民眾 跟民進黨是伯仲之間 所以民眾黨佔一個很關鍵的少數 是 然後可是你看地方 地方各縣市首長 其實是藍營居多的 所以其實現在的情況 雖然說總統是賴清德 可是我們在很多地方 可能都還是必須要有妥協 就是很多在往前進的路上 還是會有很多的政黨之間的這些 互相的工房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真的是要慎選一個合作的對象 你們會怕有陰影在嗎 當時柯文哲能崛起也是因為你們 對啊 這一次又要再合作了 會不會有這個陰影能擺脫嗎 其實這裡面包括說柯文哲當然他沒有進到立法院 可是他畢竟還是民眾黨的主席 然後黃國昌其實當初也是跟綠營走得非常非常近 一度也是要就是希望綠營這邊能夠更 就是甚至更直接的加入等等的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的支持者 確實是會有一些陰影在 甚至現在出現了一種說法 就是說寧可跟國民黨合作 因為畢竟國民黨比較熟悉 這種變成藍營合作 因為國民黨畢竟是比較熟悉的一個對手 國民黨會出什麼招 會說什麼話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民眾黨比較不可測 其實現在綠營的之間的支持者之間 有出現不一樣的想法 那確實我必須說柯文哲的過往 確實會讓很多綠營的人很感冒 可能那個感冒的程度會比對國民黨還有感冒 但是這又要再回歸到說 現在的民眾黨在立法院的黨團 到底會受柯文哲的主導多少 就柯文哲的手伸進去多少 如果說這個民眾黨黨團 陳如剛才寶貞說的 或許是比較多元的 他們可能各自有各自的意見了 或許跟個別的委員我們是可以合作的 對 但如果說是他們全體 都是聽柯文哲的意見的話 都是聽柯文哲的領導的話 那對很多民進黨人來講 又跟他們合作 可能會心裡確實是比較怕怕的 因為會受到比較多的阻力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到達後 就不及遭同 九個月 到達到